大家早安 近日 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先生 批評台灣對他進行人身攻擊 國人同胞對此都感到難以忍受 本席對此也感到非常的遺憾 本席要在此禁告譚德塞先生 您身為國際重要組織的領導人 說話應該要有憑有據 既然要指控台灣政府 對您種族歧視 就應該拿出證據來 如果拿得出來 那麼說歧視化的人應該道歉 如果拿不出來 那就請譚德塞先生 您自己對台灣人民道歉 不過本席必須強調 現在全球疫情仍然嚴峻 絕對不是在國際輿論上吵架的時候 如果政府這個時候 把問題全部放在譚德塞的身上 反而會失去焦點 對台灣不見得有利 政府應該藉由這一次國際關心台灣的機會 來凸顯出WHO排除台灣所造成的結構性問題 例如台灣早在去年12月31日就通報WHO新種的肺炎可能會人傳人 但是這麼重要的早期預警訊息 卻因為台灣不是成員而被WHO所忽略 而反過來說如果台灣已經是WHO的成員 政府這三個月來所做各種成功的防疫措施 就可以透過WHO的平台讓更多的國家看見並且學習 而現在全球的疫情可能也不會那麼嚴重 所以本席今天要呼籲譚德塞先生 請提出指控台灣政府的證據來 如果你提得出來他們應該道歉 如果你提不出來那麼請你道歉 本席也要呼籲政府要藉由這一次世界支持台灣的機會 來改變我們在WHO上所訴求的策略 過去我們都是請邦交國來向WHO提案 這一次我們可以考慮改請非邦交國來幫台灣提案 尤其是美國與日本這樣子的重要大國 這一次美國與日本如此的感謝台灣支持台灣 如果他們願意帶頭來提案邀請台灣參加今年的WHO大會 以及未來加入WHO的組織 那麼一定可以吸引更多的國家來支持台灣 敬請政府蘇院長能夠認真考慮 謝謝 謝謝陳委員 接下來請溫育霞委員發言